主席,我们请主委 主委请备讯 主委,每一次到立法院来 我看都很难看到主委意气风发 因为到处都是对你不满意的质询 那我认为说你这一种 到处都像没有一个架势 然后被人家看起来好像被人家压得死死的 连行政部门对你好像都这样做 过去历年来 我们的国庆活动的典礼 整个行政院的推动小组 过去都是内政部当幕僚小组 怎么会在你的任内你去做苦工 文件会变成是开国一百周年 庆的系列活动的幕僚小组 常常必须这样子 整本整本的报告要去负责推动的幕僚作业 你都不知道你被欺负了 这个应该是说 因为百年的一个国庆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们就去做这种政治服务 我认为最不应该做政治服务的是你 业务主管本来就是内政部 国家的疑点本来就是在内政部 民政司 结果拿来当幕僚小组 加到你的手上 疑点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他的一个内容实质 所以你因为内容实质的结果 你却变成幕僚小组的时候 整个所有的幕僚作业 什么交通部的问题 内政部的问题 所有各部会的问题 全部都得你来当幕僚作业 不是你们的事 也变成是你们的事 应该要推的就要推 总共要庆祝四百四十七天 从明年的十月十号开始 九十九年的国庆 一百年的元旦 一百年的国庆 一百年的行献纪念 一百年的岁末 共计庆祝四百四十七天 以九十九年度的预算呢 整个内阁一百年还没到哦 才九十九年哦 就编了两亿一千四百二十万 其中文件会呢 就编了一亿两千七百八十万元 主委你排挤了什么预算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庆祝两年嘛 明年九十九年你就开始庆祝嘛 明年九十九年 你编了一亿多的预算 你排挤到什么 你不知道 来本行念给你听 表演艺术跟重要史料搜集 及相关影音出版预算 由三百五十一万减少为两百万 委托策办表演艺术团队 校园巡回演示及示范教学预算 由一千零五十万减了一半 变成五百万 最重要的是扶植团体预算 扶植音乐舞蹈戏剧团的这个预算 从两亿八千五百万减少到两亿五千万 减少了三千五百万 总共的减幅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二八 主委 痛加检讨啦 文件会不应该为了一个政治的服务 去排挤到自己文化活动本身的预算 这两个之间不是一个排挤的关系 预算减 然后百年的预算增加 其他的预算减 你就讲说这两者之间不是排挤 主委 你要呵护你自己业务部门 所必须要扶植的这些表演艺术界 我们针对表演艺术团体的扶植 因为去年度我们有大幅的一个增编 那在 所以现在就不用再扶植了是不是 不不不 大幅的增编 我们现在的预算 那个部门本来得到的预算就是为乎其为 整个表演艺术 整个台湾的表演艺术 在整个台湾的表演艺术 你想想看它能够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 您如果比较我们现在编的下年度的 跟前年的或前年以前编的 您就会发现这个增幅是非常的大的 主委 你还要跟我狡辩 我就跟你算一笔账 文化预算跳票 你让总统跳票 是不是 当初总统上台的时候文化预算要怎么讲 文化预算四年内要增加到总预算的百分之几 文件会的预算要增加到占所有总预算的百分之三 然后文化预算要增加到全部总预算的百分之几 你说一下是不是要增高到全年总预算的百分之四 结果呢 但是这个是有年限的 结果你做不到 年限是啊 四年啊 只剩下两年 你现在还差多少 你知不知道你一年的增幅才多少 你整个文化预算你九十九年的增幅才百分之零点零九了 一年的增幅百分之零点零九了 你文件会的增幅才百分之零点一一了 管委员你现在组织改造还在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文我们就就文件会的预算来讲 调一下录影带 当你上台时候在这里的录影带 还没有组织改造之前逐年增加 一直到组织改造水稻渠成 是你当时的概念哦 你现在就改口了 你现在就改口了 对我目前还是照 因为它是有 你还在捍卫这种跳票 它是有一个时程 这种跳票你还要捍卫了 因为那是四年 那是四年的一个 所以啊差很大哦 是但是 差很远 差很大哦 那个增幅是大文化 那个增幅你要不到 你现在要不到 你到时候就用不到 你今年增加的百分比里面 是业务外预算 让你增加你知道吗 你扣除掉这个所谓的 这个建国一百年的这些预算 事实上你文件会的预算 反而减了四千七百万了 但是委员一定 我原一定了解 这个文件会 它在它的一个规模里头 在你的 在你的 本席关心的是 在你的主导之下 有没有机会去做规模的扩张吗 没有机会吗 现在显示没有机会 主委 你知不知道你失衡到什么地步 你整个两个项目 一个项目我们说是国际文化交流 一个项目是派员赴中国 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这个项目里头 主委 你知不知道 你把赴国际文化交流的预算减了百分之七点五 你的国外旅费减了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两岸到中国呢 你增加了多少 你增加了二点 增加到二点七倍 你的增幅是百分之一百七十一 换句话说 你的大陆的旅费跟国际交流的旅费呢 大陆的旅费是国际交流旅费的百分之九点 是九点三三倍 不是百分之九 而是九点三三倍 去中国比去国际要多出九点三三倍 那跟过去比呢 我们就以今年来比 跟九十八年来比呢 明年度 你总共所有的计划里面 派员赴中国的人次高达三千九百零八人 今年只有多少人 今年呢 只有五百三十一人天赤 今年只有五百三十一 你明年度增加到三千九百零八 总共的增幅高达百分之六百三十六 而你派员赴中国的预算交流的人次增加为将近七倍 预算呢 增加为将近两倍 你的增幅增加为将近三倍 你的增幅高达百分之一百九十三 尤其主委 本席在这里特别要求 你增加到从十二项考察到中国的考察 增加到明年的二十七项 拜托里面你参加少数民族活动的次数太多了 多到刚好坐实了 台湾是台湾的原住民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一只啊 你知不知道你总共参加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活动 总共要去几次 总共要去高达五次耶 当你到贵州云南去参加二十二个少数民族议文跟民俗庆典参访的时候 台湾的原住民去然后被当作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只你怎么办 又要去武汉十三个台湾原住民传统跟现代特展 你去的时候人家把你论述跟建构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怎么办 你又要去内蒙甘肃新疆 还要内蒙古又再去一次 广西云南贵州你也去一次 武汉你也去一次 贵州云南再去一次 你参加这么多高度集中这种中国的所谓的多元族群跟文化的这种考察的计划 参访的计划 你刚好是从高金树莓从奥运开始这样一路 被论述成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的一环 台湾的原住民要被论述成中国少数民族当中的一环 是中国既定的政策 你们竟然不查 增加到中国的文化交流成这种倍数增加 增加到将近九倍之多 将近七倍之多 将近三倍之多 然后缩减到国际文化交流 你们在搞什么 台湾面对全球 台湾不是只面对中国 我们的国际交流的部分 其实是有大幅的一个增加的 文化资产总筹备处 那个是本席千方百计 一路互呵护 然后新增加的团体 你们真的是在睡觉 你们的网站 文化资产 总管理处的筹备处的网站 上去看看 严家干的故居到现在没照片 严家干的故居 要拍一张照片多容易 台北市政府 荣应台时代开始 在那里就办多少活动 到现在你们那个网站 严家干的故居 没有照片 然后呢 北投温泉博物馆 本席一路呵护长大的一个温泉博物馆 还是几年前的照片 十几年前还像鬼屋时候的照片 现在的照片为什么不去补一张 另外呢 有多少的古迹被你们搞错 像这个什么 攀工仇木 你们呢 产权把它当作公有 私有的产权 偏偏都把它当作公有 北投的长老教会 产权你们也把人家写公有 明明是私有 银松阁所有权 也给他写公有 林济护国禅士 所有权 也给他写公有 刚刚讲的 盘工仇木 也把它写公有 还有什么方苗大错 产权 也把它写公有 错的太离谱了 你们上网去看看 蒙甲的青山公 跟蒙甲的地藏庵 照片是同一张 都在睡觉 筹备处主任在哪里 文化资产总管理处 难看 难看 从来没有看到 文件会到立法院来 很有朝气 从来没有看到 总不能都在 真的都在睡觉吧 本席从文资法修订以来 一路呵护长大的组织 文化资产总管理处 本席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时代一路催生 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哦 现在筹备处像在睡觉一样 我是很心痛哦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们这方面的业务 完全不在乎嘛 连去拍一张照片都没有哦 人家干了 估计到现在叫做 本资料上无图像 这交代的过去吗 然后产权 完全不清楚 私有产权的 都把人家写成公有产权 这种温泉博物馆 还用鬼屋时代的照片 这样对吗 是 谢谢 谢谢委员提醒 那么因为当中很多是 你不要领导一个维建议 限制定的 把它推给限制了 不是 那个因为它的一个登录是 是有 是有这个分 分别的一个权责 那它登录的时候 就登录没有照片 你们都没有去追 对 所以我们 谢谢委员的提醒 那过后呢 会去针对 有缺失的部分 意思就是你们里面没有专家嘛 地方送错的来 你就让它用错的上去登录 现在中央各部会都这样 对政府也一堆这种错的东西 是 他们这个 你们文件会不要这样默契 沉沉到这种地步好不好 我实在是 连想到那个文化创意产业 心都在滴血 像这样的团队 我怎么期待你们 还有能力去做文化创意产业 知不知道 为什么台湾最近几年 突然泰国餐厅这么多 人家泰国政府 文化部门去推动 全世界五年内要三千家 全世界五年内要三千家泰国餐厅 你们的文化创意产业 做了哪一件事 说不出来 这样的团队 全部都在睡觉